大家晚上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一部电力商人 因萨尔的生活充满了传说 首先,他所取得的成绩,在鼎盛的时候 因萨尔拥有一亿多美金的资产 他的公司提供了美国10%的电能 他极大的提升了发电产业的效能 并发明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市场营销手段 使人们能够享受到现代化的电气化 而且,他的失败也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在经济衰退期间,这个能源巨头的亡国崩溃了 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都受到了影响 由于他的倒闭,美国政府也对华尔街进行了严厉的打击 因萨尔可以说是当时最有名的人物 也是最令人痛恨的人物 为何因萨尔可以完成爱迪生也无法完成的任务 他的功劳那么大,我们怎么没听说过呢 本书可以解答上述问题 这是一位名叫约翰 瓦西克的美国经济新闻记者兼专栏作家 有一日,这位作家试图探讨这样一个问题 电力到底来自哪里? 这是因萨尔的回答 研究人员们认为正是因萨尔在美国的每家每户 办公室、写字楼和厂房里都使用了电力 为此,逼者查阅了许多档案馆、博物馆和图书馆的文献 并与因萨尔的自传作家商讨了一番 使得因萨尔这个被爱迪生的光辉所掩盖的人变得更加的清楚 在这个小题目中有两个名字 一听到电力、爱迪生 我们就会想到 本书的主人公正是爱迪生 他的发明 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不过 主人公并非爱迪生 他的名字在副标题中的首字母 因萨尔 在美国的商业历史上 因萨尔是一位杰出的企业创业者 他说过 美国之所以有今天的大都市 就是因为有了因萨尔的存在 爱迪生一直希望能使电力成为美国人民的一种方式 但是他却未能实现 而使电力在美国得以普及的正式因萨尔 好了 我们现在就从因萨尔的一生开始 分为三个章节 第一步 我要介绍的是因萨尔 第二节 让我们来看一下 因萨尔把电力变成了一个基本结构 我们要讲的是 因萨尔为何会在晚年失去真操 第一段 我们来看一下 因萨尔把电力变成了一个基本结构 我们前面提到过 因萨尔在1892年 决定在芝加哥开创自己的企业 那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有发展潜力的城市 那时的芝加哥是美国的第二大都会 它的规模越来越大 并且 它的人口也越来越多 摩天大楼和电车都在那里 还有很多新的商机 但问题在于 本地的发电企业很多 起码有45个公司 因萨尔的公司没有任何优点 产能非常低 业务发展也十分黯淡 因萨尔在芝加哥取得了超过30年的成绩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1929年 因萨尔的资产已经突破了1亿5000万美金 我们也许不知道 但逼折把它折算成了17亿美金 这仅仅是它的私人资产 它的公司已经吞并了4000多个企业 为美国的许多地方供电 这就好比在美国编制了一道密集的电网 为何因萨尔能将电力转化为基建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 电力商人这一部作品 一个好的商家一定会想方设法 将自己的产品低价销售出去 并且保持良好的社会形象 因萨尔在这几个领域的成就 简直可以用杰出二字来概括 它在电力生产 电力销售 公关等领域 都是业内的领军人物 甚至爱迪生都称因萨尔为美国第一企业家 让我们从因萨尔如何削减能源费用开始 19世纪晚期 美国大多数人家用蜡烛和煤油灯来点灯 发电机和灯泡都是有钱人用得起的 电力是一种奢侈的东西 因萨尔想要使之成为 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的必需品 它通过一种非常直接的方法来 减少电费 提高产量 因萨尔到达芝加哥之后 为了使其成为全球最有效率的发电厂 它建立了哈里森街发电厂 只是这个发电厂依靠蒸汽动力 它的动力已经快要耗尽了 芝加哥仍然在发展 对电能的需求量也在继续增加 因萨尔想要一个能给人口稠密的地方 供电的超级发电机 所以它让通用公司帮忙开发 按照它的想法 这种超大型的发电装置效率很高 比现在最好的装置还要强一倍 那天 新的机械开始工作 因萨尔就在机械旁边 它把自己的名声和前途都压在了上面 一旦输了 它就会一蹶不振 幸运的是 这台新的机械运转得很顺利 但是因萨尔对此并不满意 它要求更多的电力 它执着地提高电力生产的有效性 并在电力厂商中激起了持久的竞争 这本书上说 为了提高生产率 这个产业的竞争还在继续 另外一种提高产量的方式 除依赖科技外 就是积极寻找管制 芝加哥地方的几家公司 成立了一个叫做 全国宫电灯饰学会的组织 因萨尔在选举中当选 在选举中 他告诉其他行业的人 我们这个行业属于天然的垄断行业 我们需要一些政府的力量来管理 所有的行业都要遵守一些国家的权威 因萨尔所谓的天然垄断 是由于工业发展的必然需求 而产生的一种垄断 为何因萨尔会主动要求管理 它其实就是要在美国的官方管制下 获得一个长期的发电许可证 一个公共部门 有一个专营公司的优势在于 它可以提高生产力 减少生产费用 缺点则是某些贪得无厌的独裁者 会操控物价 危害公众的权益 如何在独占优势的同时 避免不利应付 一个办法就是 由国家来管理工业 因萨尔的打算是 在确保发电企业盈利的前提下 让政府部门派遣人员 来决定哪种价格才是最合理的 1898年 因萨尔在伊利诺伊州 是唯一一家具有20多年的电力公司 通过加盟 可以降低市场的竞争 扩大产品的规模 提高整体的生产方式 同其他货物 电能的价格也会随住 大量的产品而下降 随着越来越多的用户 越来越多的发电厂商 能够从规模效益中获益 因萨尔也购买了数以千计的小发电企业 将其整合 以提高其产能 十年之后 因萨尔在芝加哥 掌控着芝加哥的所有能源 现在 因萨尔要做的 就是如何吸引更多的顾客 他领导整个公司 开展了一项推销电能的活动 劝说居民为自己的住宅供电 购置家电 并从中感受到电能的方便与美丽 他的营销手段 也被其他公司所效仿 他在芝加哥乃至美国 都为之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1920年代中叶 由因萨尔领导 芝加哥成为电力之都 成为全球平均耗能第一大城市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头两年里 美国人仅16%拥有电源 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 家家户户都可以使用 因萨尔究竟是如何办到的 这就是市场 他为自己的公司带来了大批的顾客 也为他们提供了电力供应 如今 我们家中到处都是 用来改善我们的居住品质 和减少家庭的重压的家电 这个观念之所以如此盛行 部分原因是因为因萨尔的功劳 1901年 因萨尔创办了一家公司的广告部门 致力于促进电能和家电的应用 该司将会经常向顾客发送 有关家电产品的优势的宣传和宣传品 因萨尔还出版了一份杂志 宣扬电能对人们的生命和工作有何益处 不过 在家中没有电的情况下 广告 传单 杂志的轮番轰炸 并不能让人幸福 反而会让人觉得那些家电究竟有多值钱 因萨尔等人为了消除顾客的怀疑 特意制作了一辆装有各类家电的列车 让大家看看这些东西的用途 因萨尔不仅亲自担任了第一名的电力推销员 而且还规定所有的雇员都要做一名销售人员 他有一个叫做约翰的计划专家 约翰制定了一项电力营销方案 第一个步骤是 如果有业主签署一年的供电合约 可以免费为其提供六个供电端口 居民们很乐意为房屋铺设电缆 向因萨尔公司购买家电 这还不算结束 随后 约翰将继续跟踪 向居民提供电扇 电烙铁等家电产品 当一个电子产品 对他们来说是很好的时候 他们就会希望得到更多 随着因萨尔公司一轮接一轮的市场推广 吸尘器 运斗 风扇 烤箱等产品 逐渐走进了美国的大众生活 事实上 因萨尔卖的并非家电产品 而是一种与电力相关的日常用品 因萨尔的这一行动 使得整个发电产业都在效仿 1915年 美国家电市场的销售量为2300万 1920年达到8300万 因萨尔的市场策略 已经扩展到了世界范围内的所有的发电企业 在世界范围内 现代化的城市正逐渐变成电能的中心 随着因萨尔公司的发展 他必须找到应对芝加哥当局的方法 该市的议员们正在商议 是否要对因萨尔的公司进行监管 因为这可是一项公共设施 因萨尔采取了一种减少电力消费的办法 他希望通过价格降低来表明 私人电力要优于美国的城市电力 而且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可以吸引更多的顾客 然而降低价格只是一种消极的反应 因萨尔想要获得民众的拥护 第一个步骤就是宣称 这个行业是一个爱国主义 接着将公司的股份卖给雇员和大众 让他们共同受益于公司盈利的增加 并将公共权益与因萨尔的前途紧密相连 因萨尔的公共关系项目中也有一个重要的一步 那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 他在公共场合常常夸耀公共部门私有财产的形象 他在每次演说中都谈到了中央发电厂的电能 是怎样改善人们的生活 以及怎样为这个国家增加工作岗位 他也会向观众讲述他在公司上的投资和结果 他把钱都用在了让公司更加高效的工作上 他希望民众能确信私人公司供电是最好的公共事业 经过这么多的工作 这个电业巨头在公众眼中 已经不再是一个贪婪、敛财的恐怖生意人 而变成了一个光明磊落的生意人 因萨尔大约在30年代到达了权力顶峰 在美国32个州里 他控制着公共设施 他的公司有400万顾客 资产30亿 占美国10%的电 他也在各个行业中开了收音机 开了银行 涉足了地产、铁道等行业 都在为能源的需求作章 那时 人们戏称他们从因萨尔那儿买了电 汽油 储蓄到他的银行 到他的诊所 搭他自己搭的列车 第二段 在这篇文章中 我们先来看一看 因萨尔在他的时代 这个电业巨头 在很小的时候 就是一个靠自己打拼出来的学生 因萨尔于1859年 生于英国伦敦一片贫困地区 他14岁就开始工作 从一个打杂的小职员开始 他就像一片海绵一样 不停地吸取着新的知识 他已经掌握了所有的工作人员 所需要的技术 他还干过许多业余工作 例如为报社出版商 杂志编辑 甚至为议会成员担任过书记 因萨尔虽然没有和爱迪生打过交道 但是对于这个发明者 他还是很有好感的 爱迪生在伦敦有一个代表 因萨尔就到那里工作 因此 他对爱迪生在欧洲和美国的业务都很熟悉 甚至比爱迪生 自己还要清楚 他的资金来源和支出方式 因萨尔在20多岁的时候 最终到达了美国纽约 成为爱迪生的秘书 协助伟大的发明者管理日常琐事 并成为爱迪生的左膀右臂 爱迪生的体力很好 他说 他可以一夜无眠地干上10天 因萨尔个子不高 1米6左右 却像是有着无穷的力气 能赶上爱迪生的工作 经常熬夜 一星期只睡上两到三个晚上 从伟大的发明者爱迪生那里 因萨尔学到了一种实际的态度 他曾向爱迪生请教过 他是否认为有天赋 爱迪生答道 我更信任记忆力和对数以千计的无用之物的知识 在随后的数十年里 因萨尔牢记着这一点 并将爱迪生的实际行动付诸实施 尽管与爱迪生共事并不轻松 但是因萨尔在金融和行政领域的经历中 他已经累积了很多的工作 爱迪生拥有多个公司 经营范围广泛 遍布美国及欧洲 财政上也是一团糟 但是他宁愿待在工厂里 也不愿意待在自己的公司里 那些问题都由因萨尔来处理 他可以和银行家 工程师和工人们打交道 要想知道爱迪生的财政情况 因萨尔就会对所有的账簿 发票 账目 收入进行详细的调查 因萨尔将对公司的财务报告进行审核 以保证爱迪生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掌握公司的运作 当爱迪生的职业生涯扩大时 因萨尔理所当然地担任了爱迪生公司的金融主管 因萨尔在经营上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他过去是爱迪生一家机械工厂的负责人 这家工厂生产发电机 熔断器和端子箱 因萨尔刚到的时候 那里的员工还不到200 而且还处于亏本的境地 在因萨尔的管理下 他的员工数量达到了6000名 并且成为爱迪生公司利润最高的公司 尽管有因萨尔的帮助 但是爱迪生的资金从来都不够用 他的研究经费是一方面 他的生意也是一方面 爱迪生将白痴光引入了全世界 他提出了一种新的想法 那就是建造一套传输电力的传输体系 将电能输送到成千上万的家庭 这种体系 包括建设厂房 以及大规模的集中发电厂 以及在城市的地底 都要铺设大量的光缆 正是这种烧钱的美梦 让爱迪生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困境 时时刻刻都在为自己的资金周转发愁 1888年 爱迪生的财政困难得到了缓解 他的储蓄达到了350万 拥有一笔财产的成本 就是他把股票卖了 爱迪生的全部公司合并到一间新的公司里 他丧失了对公司的控制 变成了一个小型的控股公司 而因萨尔则作为新公司的副总 帮助公司赚取更多的利益 1892年 摩根将该公司与另外一家电力公司联合起来 成立通用公司 不过 因萨尔是不受他待见的 因萨尔也清楚 他想要在这里晋级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此 他决定辞职 到芝加哥开一间 名为芝加哥爱迪生的发电公司 这个公司是本地一些企业家创办的 与爱迪生无关 因萨尔的理想 就是经营自己的公司 而他也一直希望能够在商业世界中 崭露头角 从而掌握主动权 芝加哥是因萨尔职业生涯的开端 好吧 这一节我们了解到 因萨尔是一名勤奋 务实 雄心勃勃的人 是爱迪生的左膀右臂 帮助他解决人生和职业上的难题 他从爱迪生那里 学到了许多有价值的知识 并且协助美国伟大的发明者 把集中能源的想法 推广到整个国家 因萨尔在芝加哥重新开始工作 但这并不妨碍他和爱迪生之间的友谊 直到爱迪生逝世 第三段 这篇文章的结尾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因萨尔的能源王国是怎么崩溃的 以及一个商界的明星 怎么会再晚节不保 在他的鼎盛时期 因萨尔先后面临着公司的倒闭和诈骗指控 政治家们公然控告他 而民众则威胁重伤他 这都要追溯到1929年的经济大衰退 大衰退是美国1929年至1933年间的一场大金融风暴 1929年秋季 因萨尔的职业生涯还在继续 在股市上 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 怀着一种狂热的乐观情绪涌入市场 只需花费少量的资金 然后从证券经济公司借钱就可以买入 但很快 股市就开始下跌 纽约的股票 在短短的数月内就损失了数十亿的资产 很多投资人都在恐慌 但因萨尔并没有在经济衰退的初期 损失惨重 就连1930年和1931年 它的股价都在不断地攀升 经历了金融危机的因萨尔相信 这次股票市场的问题估计得太高了 而且在接下来的数个月里 美国的经济将会回到常态 因萨尔在一份商务期刊上 写下了自己的看法 一切照常 因萨尔乐观地相信 那时的经济形势是很好的 而且他还打算在1930年 加大对经济的投入 乐观主义并非无所作为 在经济大衰退期间 因萨尔采取了他应该采取的措施 以公司的股份作为抵押贷款 用公司的股份作为抵押 用公司的债务 用公司的债务来发行公司债 并对大众进行正面的乐观的演讲 但是他还是做出了一些 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因萨尔在应付经济大衰退的同时 也在设法筹集资金来打败某人 他是一位名叫伊顿的金融人士 自1928年以来 伊顿公司收购了 因萨尔公司的股份 伊顿很清楚 因萨尔对公司的掌控力有多强 所以他就想借着这个机会 额因萨尔 然后再以高价卖掉他的股份 因萨尔中计了 伊顿是克利富兰的学生 因萨尔的权利并不在这里 他很着急 因为他不清楚 伊顿的后台是什么 也不清楚他的钱是从哪里弄来的 他很害怕 会不会有人收购他的股份 在经济衰退期间 因萨尔想要以4000万美金的资金 和公司的大量股权 来甩掉伊顿 而伊顿也答应了 但事实上 因萨尔并没有那么多的现金 所以他不得不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了贷款和发行债券上 好不容易把伊顿的贷款还清了 他的公司都负债累累 资金周转困难 因萨尔一贯的乐观主义者 对股票市场将会有所改善 他可以在价格持续上升的时候 抛售升值的股份来偿还债务 1931年早期 美国股票的回升给了因萨尔希望 他认为糟糕的日子结束了 他让3万人全部投入到公司的股份中 他这么做的目的很单纯 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认为 他们的公司的股份是绝对的 然而 因萨尔的这种乐观情绪 却被股票市场无视了 今年9月 股票市场又一次大跌 因萨尔以前作为抵押物的公司股份 现在已经贬值得很厉害了 他被要求提供更多的抵押物 但他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提供 1932年 因萨尔陷入财政危机 各大公司都陷入了危机 他只能寄希望于股票市场能够恢复 但现在 他面临的却是倒闭 因萨尔也曾试图经营公司 以提高自己的财政 但他已经失去了这个机会 公司的董事们要他辞职 1932年6月6日 因萨尔已是强弩之末 他在三个钟头内签字辞职 65个公司是他的总裁 85个是他的公司 在辞职书上签字后 他给老婆打了个电话 说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我丢了工作 因萨尔丢掉了工作 而那些由于他的信仰 而购买了这些股份的人们 他们不仅丧失了他们的全部存款 还丧失了对因萨尔的尊敬和信赖 因萨尔的股份 足足有十几万人 总共亏了七亿五千万 等于2005年的一百零五十亿 民众觉得上当受骗 都会对他进行反击 而官方则希望查出他是否有诈骗 可因萨尔早已逃离芝加哥 之后的两年里 他曾游历法国 意大利 希腊 以逃避当局的调查 由于美国当局的持续压力 因萨尔于1934年 被迫中止了他的放逐 返回美国 并在那里受审 10月 审讯正式启动 检方控告因萨尔 故意卖给公众高估值的股份 而那些没有真正的财产作为支撑 但在审讯过程中 大家都知道 因萨尔并不是在欺骗 而是在拯救公司时 他已经一无所有 11月4日 因萨尔获得了自由 在其他两个案例中 因萨尔也获得了自由 尽管判决是清白的 但是关于因萨尔的争论 却从未停止过 投资人并不宽恕 因萨尔一家人 一天接到数十份威胁要开枪 暗杀和炸弹的信件 因萨尔的倒下 也引起了罗斯福的愤怒 在公众领域 因萨尔以公司的形式 控制着公司 以2700万美金的价格 管理着公司的总财产 罗斯福推行了一套变革 促使美国政府 在一份议案中得以推行 打破了这个不健全的体制 并将那些并无实质关联的联盟 彻底拆散 在证券销售领域 美国SEC SEC 规定 公司必须公布其销售的股票 和债券的销售情况 利益相关方 以及其他相关的成本 报告的撰稿人表示 今天美国股市的许多保障 都得益于当年 因萨尔公司的破产 没有大衰退时期 因萨尔公司的崛起和衰落 美国的投资人 也不会如此安全 因萨尔于1988年 7月16日 死于巴黎的一个地下车站 这名一度拥有一千万美金资产的能源巨头 在临终前 他的皮夹被人偷了 现在他的口袋里 仅有84美分 但是 他在毕生的努力中 却在全世界留下了一笔珍贵的财富 一是高效的全球能源分配 二是美国政府加强监管华尔街欺诈的力度 本书告诉我们 美国的电力是由 因萨尔先生的 因萨尔创造的 并非爱迪生 因萨尔是英国伦敦人 勤奋 务实 雄心勃勃 因萨尔到了美国之后 就协助爱迪生解决人生和职业问题 使爱迪生的理想得以实现 因萨尔之所以能够这样 是由于他是一名出色的生意人 他用科技革新和扩张业务 使电力和电子产品 由奢侈产品转变为普通民众 可以负担的日常消费品 他以营销手段制造了电力供应 使美国甚至全球各大都市的电力供应 得以普及 他以降低价格来表明 私人公司的工作效率要高于美国城市政府 他使自己成为一个深受民众信赖和爱戴的商业形象 但是这名在经济大衰退中的企业领袖 却由于对公司的掌控力 而陷入了经济衰退的泥潭 他为全球的发电事业 带来了一份珍贵的财富 他的倒闭还给美国股市的投资人们 打了一个响亮的电话 我也希望与各位共享 这位作家的一段加言 假如爱迪生是一棵苹果树 因萨尔便是一棵未散落在全球的植物 所必须的养分 这让我想起了罗胖在《逻辑思考》中说过的那一段 真正的好东西 是可以重复创造两次的 第一个就是要把这个技术变成现实 第二个目的就是让这个世界变得对普通人有用 在这种情况下 尽管爱迪生认为 因萨尔是美国最杰出的企业家 但实际上他还是美国最杰出的发明者 他使电能得以普及